我是林宇 也是何家荣 2398集 看了 我看了 我看得很清楚 她的鼻子 她的眼睛 她的嘴巴 她身上每一处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甚至连她的睫毛 什么样子 我都记得 不管我身在何处 不管我所作何事 我心里始终装着她和你 你们的样子 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淡忘 永远 江言听到林宇这话 心头哀伤更浓 眼中涌满了泪水 她想再说什么 但是却没有说出口 只是问道 非去不可吗 非去不可 此事关胡于何二爷 和一种占有的性命 关胡 家国命脉 原浅 你试想一下 倘若国家有损 我们这小家 又弹河安宁呢 所以 说到这儿 她走到江言的身边 轻轻地握住江言的手 我希望你和女儿 能够理解我 我这么做 既是为了我们这个小家 也是为了华夏 千千万万的小家 江言眼中的泪水 大地大地滚落 抿紧了嘴唇 不住点头 她不是不明事理 胡搅蛮缠的人 她知道 既然林语把话 说到这儿了 这件事情 一定至关重要 所以 她不能 再阻拦林语 你别哭啊 林语看到江言的眼泪 顿时慌了神 连忙伸手去替她擦拭 她已经不知道 多久没有看到江言哭了 心里陡然间 升起了一股 无尽的愧疚感 伸出手来 不由微微颤抖 触碰着温热的泪水 她一往无前的坚定意志 竟然有了 微微的动摇 她何家荣不怕 枪林淡雨 无惧千难万险 却是 唯独抵不过江言 这小小的泪滴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江言吸着鼻子 强忍着不再流泪 我 我也不知道 林语的心里又是一痛 君问归妻 未有妻啊 这种不知何时能归的 渺茫感和无力感 才是最让人绝望的 没关系 江言的语气一柔 伸出了白皙柔嫩的手 轻轻地握住林语 她慌乱的眼神 逗然变得坚定起来 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只要记住 我和女儿 会一直在家里等你 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都会一直等着你 好 为了你为了女儿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全身而归 在决定接下这任务的 那一刻林语 也自认为 深入龙潭虎穴了 生死难料 甚至已做好了 克死异国的心理准备 但此时 在听到江言的话之后 她这心中求生念 陡然旺盛起来 她暗暗下定决心 只要自己还有一口气 便一定要活着回来 见到江言和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小婴儿 婴宁一声 发出类似于笑的声音 林语急忙过去 江女儿轻轻地 从妮儿车里抱出来 对了 你还没给她 起个名字呢 江言突然想到这个 从女儿生下来到现在 女儿还一直没有名字 这个 我还真的没有想好 这几日被这么多 繁杂的事情困扰 她根本就没有心思 替女儿想个名字 要不 就叫她念回吧 女孩子 用草字回吧 念回 对 江言点点头 满眼柔情 万水千山 终念回 林语听到这话 心里猛的一颤 浑身刹那间 情绪千头万绪 涌上心头 她用力地握紧江言的手 好听 就这名字吧 江言笑了笑 望着女儿温柔的面孔 她 轻声叫着 不管她听不听得懂 以后我每天 都要跟她讲父亲的故事 我要让她从小就知道 她的父亲 是个英雄 林语也轻轻笑了笑 望着女儿 稚嫩的脸庞 她忍不住想到 以后等女儿长大了 应该会因为 她今天的所作所为 而感到自豪吧 就在这个时候 林语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看到屏幕上 那来电显示以后 林语的脸色陡然一变 整个人精神振奋 那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许久未与她联系的 何子珍何二爷 是何二爷的电话 林语急忙将怀中的孩子 交给江言 赶紧握着手机快步 进了套间 将房门关上 也有一些不放心 将房门锁好 这才接起电话 嘿 何叔叔 林语的声音 又些许颤抖 江龙 是我 电话那头传来 何子珍 铿锵有力的声音 您最近怎么样 我听原处长和水处长说 您好像受伤了 没事 皮外伤而已 不值一提的 电话那头 何子珍爽朗地笑了 您那边千万要保重自己啊 我还等着和您回来喝酒呢 好 好 到时必然不醉不贵 我都已经不知道 多久都没有喝酒了 可愁死我了 林语听到他这话 提着的心不由放下 摇摇头笑了 何二爷既然还惦记着喝酒呢 看起来身体确实没什么大碍 紧接着 林语 神色一鳞 关于那份文件 您寻找得怎么样了 我听原处长和水处长说 最近出现了不少一架乱真的冒牌文件 不错 为了回销我们的注意力 境外的组织疯狂地 围造着冒牌的文件 导致我们如追云雾一般 根本无法分辨文件的阵位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现在不管得到任何的消息 不管这份文件是真是假 都会借尽全力 去跟其他境外势力和组织 去争夺 林语听到这话神色一鳞 她急忙问道 那这样一来 你们的任务符合 岂不是相当于放大了倍数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加入 虽然明知道 在一百份文件里有九十九份 甚至于一百份都是假的 但是我们还要每一份 得拼命全力地去争取枪 倘若有一份我们不去枪 那万一这份枪好就是真的 那我们岂不是千功尽弃 林语文言一时间 心潮涌动 动容不已 如此一来 每份文件都要去争取抢 那这何而言和一众战友们 只怕每日都没有多少 休息喘息的时候了 尤其是何自珍 身为总领一切的决断者 任何事都要跟他汇报 由他来裁决 每日身体负荷和精神负担 只怕是重之又重啊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